之后我们最后来讲讲 离成树到底跟其他的植物技术 之间有什么解抗关系 首先离成树是抑制生长的 但是生长树却是促进生长的 所以刚刚才说到菊剂 我又加了生长树又加了离成树 就是生长树让你的叶子快速生长 快速生长 但是A边却让大分子养分 被拆成小分子 然后被受走 就抑制生长 我又要你长 却不让你长 又不让你长 我让你长却把养分抽掉 这个叶子就死了 所以成绩进行落叶树专计划 会让植物叶子死掉 进而陀螺的 接下来离成树会抑制种子的萌发 它是休眠基数 它是GA级倍数 我们不是前面说到说 它会作用在糊粉层 让糊粉层产生酵素 分解胚乳中的大分子养分 让胚油养分可以生长 进而促进种子萌发 所以一个是抑制种子萌发 进入休眠 一个是促进种子萌发 而打破休眠 自然它们之间就是解抗关系 所以ABA跟GA 在种子休眠与发芽 这个现象来讲 互为解抗 接下来离成树会抑制细胞分裂 促进物质的分解 尤其是它抑制细胞分裂 因为你不要生长 细胞就不要分裂 然后促进物质分裂 就刚刚讲的 大分子经由ABA的作用 而拆成小分子 可是细胞分裂处不是 它是促进细胞分裂之外 还让小分子可以到叶子里 然后小分子合成大分子 完全它的方向跟ABA是相反 所以互为解抗 一个是抑制细胞分裂 一个促进细胞分裂 一个促进大分子分解 吸收到体内 然后让叶子老化 一个是促进叶子的 小分子合成大分子 然后让叶子永保青春 一个老化 一个青春 所以就出现了 这是old 这是样子 就出现了解抗关系 所以离成数跟CO分裂数 CK之间是解抗关系 有这些项目 以上我们就把离成数跟三大类 促进生长的植物基础 它们之间的解抗关系 用这边跟大家交代一下 我们的离成数就输到这里了 我们也有一个商量 我们的帝国人结构 供帝国人结构 到底有没有帝国人结构 我们的帝国人结构 能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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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